就在今年的12月25号再过两个月 桃园县就要升格为直辖市了 些许目前五都的经验 桃园从交通路网 休闲园区以及绿地规划 都在升格之后陆续到位 也因为桃园的年轻人比率特别的高 在幼儿照护上也领先五都 两岁以下的幼儿 未来每个月都可以领到2000元奖励金 即将在12月25号升格为直辖市 成为全台第六都 桃园县长吴志阳 特别和县内学生代表座谈 也因为桃园是最年轻的直辖市 对儿童福利政策特别重视 我们也首创了我们宝贝成长的奖励金 这个是针对每一个小孩 他在两岁以前 我们每一个月 我们现在暂定就是用2000块来试算 然后鼓励他们成长 这个当然是父母在支用 就是主要用在他们的成长 所需要的营养 一些卫生的用品等等 因为年轻桃园的发展也有机会更全面 人文的市集图书馆 休闲的虎头山公园 以及作为国家门户的便捷交通 都能兼顾 它有便捷的交通 有合理的住宅环境 然后有非常好的运用科技的智慧城市 为新桃园破坏愿景 不止发展更均衡 落实计划 要让桃园成为宜居乐活的新都会 记者黄秀敏 丁明杰桃园报道 明杰桃园报道